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要进行第二节这样一个音标不怕的零基础关怀课 同样我们说的是音式的这样一个音标 今天我们是先结束我们上一节课没有讲完的辅音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个音呢很奇怪叫静音 大家看到它不再是描述你的一个处组方式了 对不对 它不叫爆破音啊什么的 它不再去描述你一个气流出来的方法了 这个音其实我们上节课的PPT里出现过一次 它当时被我写成了通音 其实这两个名字是都可以的 不管是通还是近 它都是在描述什么呢 描述这样四个辅音因素 它们虽然被归为辅音 但是它们却拥有原音的一些特征 也就是说这四个因素辅音因素发音的时候 你那样一个成组持组和除组的 这样三个阶段不是那么的明确了 你的气流感觉它出来的时候碰到的障碍比较小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阻碍的 所以说你也不要把它归为原音嘛 所以说它就被叫为这样一个静音或者是通音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概念 简单的过一下 在语言学中指的是介乎原音辅音之间的一类声音 发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呢两个发音部位它还是会彼此靠拢 同时组成声枪然后收窄 但是它并没有卡死成一道关卡 因为它仍然有足够的空间让气流来流动 所以说呢它产生的湍流较弱 它可以跟哪个对比呢 就是可以跟我们上节课讲的摩擦音对比 如果说这个地方你这个声枪进一步收窄 窄到它形成了一道关卡 气流要很艰难的挤出来的话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擦音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看到这个音 这个音它叫做拙齿音边音 那么静音里面我们就不会在一清一拙搭配的讲 因为静音它几乎都是拙音 所以说它不会有对应的这样一个轻音 那我们来看一看 拙是说明它的声带要震动 齿音呢就是描述你这样一个近似形成关卡的地方 但是并没有真正形成关卡 是在哪里呢 上齿音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英文当中呢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叫clear或者是叫lightl 另外一种情况叫darkl 那么前面这一种clearl 你会发现clear什么意思 清晰的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发音呢 它是一个非常的清澈的这样一种感觉 可能描述的有点抽象 后面这个darkl 它是一个有点闷的这样一种发声方式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桌门当中说的这个边音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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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音来找一下这个发声的感觉 它就是你的这样一个 就是你的口腔 是你的舌头 舌头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会像前面这样做一个弹 你弹一下这个动作 把你的上齿音勾一下 所以是啦啦啦啦啦啦 这样一个发音的感觉 那后面这个darkl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指你的这个舌根 大家看我红圈圈出来的地方 舌根会往下顶一下 但是前面这个地方呢 是有点勾住了 这种感觉 它这个主要是出现在 就像我们说啦啦啦啦啦啦啦 它是出现在后面有一个原音的时候 原音搭配的时候 而这个darkl是出现在一个音节的结尾 比如说这个音标 我们前面写 它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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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最后有个l 这个时候这个l 它就是发darkl 就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 这种感觉 就是 同样你的舌头 这个地方是勾住之后 你的舌根往上抬 顶上去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单词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通过几个单词来看一看吧 前面如果是加原音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样一个轻 轻的clearl 所以是like like like 弹开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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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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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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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light appl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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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简单的clearl darkl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后面加的是辅音 或者是后面没有音了 所以说只要后面不是原音 它就发darkl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词 piu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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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感觉 你的舌根用力往上顶一下 这个地方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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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说很多同学觉得这个很难 很难做到 比如第二个email email mail 如果很难做到的话 这个简化有个方法 darkl有个简化的方法 就是你记住 你记住把舌尖翘起来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去管这个舌根顶不顶了 你直接把前面这个读声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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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能做到darkl的话会更好听一点点 好我们接着我们来看email email 你也可以简单的做成email email email 也是可以的 然后第三个单词是这样一个 you will 的一个缩写 you you 这个比较难一点点 跟在这个原因后面有点难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这样一个help help help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l后面还加了一个辅音 这个加了一个辅音p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darkl 然后always always 后面接的是这样一个辅音 所以说接辅音或者是没有音了的时候呢 它都是发一个darkl 然后发音的方式往上顶 舌根往上顶 大家自己找一下这个感觉 找不到的话 翘舌尖就可以了 好我们接着看一下 clearl跟darkl 老师什么时候发clearl 什么时候发darkl 记不住怎么办 其实也不用死尽硬背 因为它是个发音的自然结果 如果你一定要在原音前面发这个darkl的话 你会非常累 那同样的呢 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发一个clearl的话 也会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记忆 比如说高这个单词tall 你这个地方它就自然的发一个darkl 但如果说它变成最高级 后面加上est 它是不是就补充了一个这样一个音在后面 ist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原音 所以说这个地方前面的l呢 它就会自然的变成轻的 也不是轻的吧 不是轻拙 clear和dark 它不是对应我们说的轻和拙 只是说这个发音要感觉清澈一点 这个发音感觉闷一点而已 他们俩都是拙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以说就会变成list 弹一下的感觉 list to list to list 所以说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一看 在句子当中 darkl结尾的单词后面是原音开头的时候呢 为了连读的需要 darkl会变成clearl 这一项规则看起来也很复杂 其实你看跟这个是不是一回事 你就把它拆成 假装是两个单词啊 所以说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后面有原因的时候呢 会变成clearl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进阶的 连读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在四阶的正式课程当中 会跟大家再一次讲到 然后跟后面的原因相拼 比如说这句话 我昨天摔跤了 正常的时候是 fail fail 是个darkl 然后后面再说 over 但是你这个连读的时候 为了读的宽一点 你就会把它读成什么呢 fail lover fail lover 你就不会再发这个darkl了 fail lover I fell lover yesterday 所以说是这样一个连读的小技巧 但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现象吧 大家不用去记忆 就是简单听我说一下 通常因为美音 苏格兰的口音 还有俄罗斯的口音呢 他们只发darkl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说love这个词 你是不是前面应该是一个 clearl 对不对 很轻快的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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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会把它发成一个darkl 什么意思呢 他们会有一个 这种感觉 于是它就变成了love love love 这种感觉就很绕很圆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会听到说音音 它好像就像是北京的马路 横拼竖指的 这样一种感觉 很痛快 很畅快 但是美音呢 它就会有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water 这个er water 对不对 有这样一个翘舌音 或者是像这样子 把它变成darkl 都会让他们的口音 变起来更圆润一些 那还有一些地方 同样是小部分区域 比如说爱尔兰 还有威尔市 这些地方 他们只有clear 比如说 你看牛奶 正常的时候是milk milk 他们会把它读成clear 就变成 我大概模仿一下 就变成milk milk milk 这也是有一点点奇怪 大家不用去学 就是大概听我说一说就好了 而伦敦地方口音 什么叫伦敦地方口音呢 就是伦敦当地的 有一些地方会有这样一些方言 他们会用类似v这个音 代替darkl 比如说 我们说这样子一个 找一个darkl 比如说 还是这个单词吧 牛奶 他们就不会说milk milk 他们会说milk milk 就是 v 用这个音来代替darkl 然后再比如说school 这个单词 school 后面是不是一个 他们也会把它做成是school 这样一个类似的发音 然后 接着看一下 现在的音音当中呢 有一个简化为翘蛇的趋势 所以说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 如果你发不出来这个darkl 你就简单的发一个翘蛇 问题也不大 总之你一定要有这个翘蛇的动作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齿音 静音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你的舌头会靠近你的齿音 但是大家看到这张图 r r 有个从下面上去的那个动作 但是你的舌头 它从始至终 它其实是不接触任何地方 不靠近任何地方 它在你的口腔当中处于一个中空的状态的 所以说不要把它对应到中文里面的拼音 这个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玫瑰 这个单词 这个音它是发r r r 它其实在口腔里不接触任何地方 如果说你接触了就会变成中文当中的r 这个音 它就是接触的嘛 所以说这个玫瑰这个发音它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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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接触了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肉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一定要找到不太接触的 像一个中空的感觉 舌头 不要接触 不要接触上词音 只是靠近 然后口型呢 同样是聚拢 然后成一个亲吻状 但是没有我们讲的这个 这么夸张 它只是简单的 稍微嘟起来一点点 这样一个音 所以单词里面看一看 红色 red,red,rose,rose,right,right sorry,sorry,arrange,arrange very,very,very 所以说同样也是一样的 不要读成very,very,very 这样子就很难听 很僵硬,很中式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 是这样子的一个音 静音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过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静音 它们都是带有一部分原因特征的 那么这个静音 它就是原音特征 特别的明显 它可以对应到 一个带有一定辅音性质的 避前不原唇原音 这部分比较复杂 大家可以先不用关注 总之而言呢 它就是有点像这个音 这个原音它是发 it 那么这个静音呢 它是发 yeah 这样一个音 不是很容易单独发出来 但是在单词当中 其实它的发音 对咱们中国人来说问题不太大 我们先看看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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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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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us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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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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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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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它在跟这样一些 辅音配合的时候 其实我不仔细说 你都感觉不到 自己带了这样一个音 对不对 few few 所以说呢 这个不是那么的难 大家一般都能做到 然后看到 接下来这个静音 是拙的 圆唇软厄静音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要点在圆唇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圆唇 就是你的嘴巴 像是圆的 它是对应 带辅音性质的 壁后 圆音 这个音 这些一连串的概念 大家也先不用看 总之也是和 辅音的命名方式 非常相似的一个 圆音的命名的方式吧 它是有个这个 圆音很相似的 它是做这样一个 中文当中有类似的翻译 那么就一定要把它 跟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区分开来 比如说这个是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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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念错了 念成这个了 就是vet 是另一个单词了 然后接着看到下面一个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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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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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ware beware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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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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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发现 你要慢慢地学会去拼它 k w e 嗯 然后拼起来 所以说你要有一个 嘴巴圆音下的这个动作 不能丢掉 比如说这个单词里面 嘴巴圆音下下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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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你这个发音才会圆润好听 然后接下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辅音组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这两个呀 不是单独列出来的辅音因素 他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很像 跟这俩很像 但是呢 这两个他们分别都是一个独立的辅音了 但是这两个你还暂时只能把它看成是两个辅音的组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音他们中间分离度比这个要稍微还高一点点 这个也是比较概念性的东西 大家不用太去死记硬背 你就大概理解一下 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辅音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辅音组合 它是t和r这两个音的组合 后面一个是d和r的组合 所以说呢 他不讨论轻拙 就是这两个音上面 你问我说老师是轻还是拙呀 不会去讨论它 因为这个是一个轻辅音加一个拙辅音 这个是拙辅音搭配拙辅音 他们本身呢 是一个组合而已 所以说不会讨论它的轻拙 它就是摆出类似t和d的成组姿势之后呢 舌头后缩 发一个r这个音就可以了 那你发的快了之后 它就会直接变成tr和dr这样两个音 所以是你一起来看一看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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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也是 注意一下后面这个r的发音 然后第二个是dry dry dry 下面这个trill trill trill 然后这个是drill drill drill 大家会注意到我的口型 受这个r的影响 是会有点的嘟的 try try 对不对 dry dry 然后下面这个火车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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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单词 d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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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原因部分呢 那么原因部分呢就会稍微难一点点 我们先简单看几个小要点 首先英语当中的原因呢 一般都是声带都震动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学术严谨化的表达 我们说一般都震动 它其实就是都震动 原因都会震动 我们说你这个啊 呜 这都要原因嘛 它们就会发得很响亮 可以持续很久 因为你的声带是持续在震动的 所以说呢 它都是灼音 就不存在轻原因这么一个说法 原因都是灼的 然后接着按照原因当中 因素的个数分为单原因和双原因 12个8个 因素大家还记得我们说的吗 我们英文当中会有一个 比如说 heer 听见 后面这个 heer 它就是有两个因素 有一个 in 有一个 所以说呢 它就叫做双原因 所以说单双原因是按照因素的个数 来进行划分的 不是按照 音标的个数来进行划分的 因为这两个 它是一个音标 它是一个双原因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 然后 原因它和辅音不一样 辅音我只用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它这个关卡在哪里形成 形成之后 你的气流怎么出来 怎么成组 怎么除组 这个音标就会说的非常非常清晰 但是原因不一样 它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清晰的描述标准 我无法说你的嘴巴要圆成一个什么样的椭圆 或者是你的舌头要离你的上额有几毫米 或者是离你的下额几毫米 对不对 然后舌头在前还是中间还是后面呢 我也不能告诉你离你的嘴唇有几毫米 对不对 所以说它主要的区别只是在于口型和舌尾 这样一些比较暧昧和模糊的一些描述 所以它一定需要非常大量的机械性 重复性的对照练习 你只有把它跟别的一些原因对照起来练习 你才能明白它具体是怎么来发的 所以这个地方对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回头一会儿我们又会给大家补充很多对照性的练习 然后重点就是要固定下来你这样一个肌肉的记忆 就不用说每次我发这个音的时候 刚开始我每次都得想这个音的要点是什么 要怎么把它发出来 那练习到最后我们一个目标 我们一个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你不用再去想了 你的嘴巴自动就能发出来这个音 然后呢 按照舌头在X轴上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简单化一下 如果说这是你的上嘴唇 这是你的下嘴唇 你的舌头按照它在这个X轴上的位置呢 感觉自己在上数学课 它就会分为在前面 在中间和在后面 所以会有前原因 中原因 后原因 但是同样大家 这个前中后的区域也是比较模糊的 然后按照它在Y轴上的位置 也就是说它在口腔里这个高度的位置呢 它又分为高原因 半高原因 然后中间这个原因 还有半低和低原因 所以说就是这是你的上额 这个地方是你的上额 按照你的舌头离上额的距离分为高半高半低低 所以说这样一些概念 大家会发现它的本身就是非常模糊 难以定位的 最后按照口型 就是你的嘴唇在这个地方成一个什么形状 它分为圆唇和不圆唇 圆是多圆呢 不圆又是有多扁呢 所以说我经常会说 这个意义不太大 它只有在语言学研究上 你需要给它命名的时候才有一定的意义 在学习过程当中这样一个图 意义其实不太大 重点是要找到一个发音的感觉 然后我们首先看到单元音 就是只有一个音速的这样一个音标 一个音标对应一个音速的这种时候 它按照相对发音时长分为长元音短元音 但是它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 什么意思 我们在讲辅音的时候 是不是几乎都是轻拙轻拙对应的 有一个p就有一个b 它们俩之间除了轻拙的对比 没有任何其他区别 对不对 但是原因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长元音 意义和短元音 它就不是只有长短的区别 它们俩不是只拥有这样一个区别 它们在发音的形状上 舌头的位置上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长短元音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 你这个发一 但是这个就不能发成一 发一就错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然后接着看到 虽然是成对教学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有长短的区别 就说一会儿教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这样一对一对来看 帮助大家记忆 但你一定要去分开记忆 它们的口型和舌位 它们不是只有长短的区别的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一点是 你的舌位和唇形 不可能那么精准的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而且每个人的嘴唇形状等等 都会有个体差异 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再说的时候 在口型舌位这些方面 大家记住一些关键点的描述就行了 就你只需要把这个关键点做到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老师 我觉得我的嘴唇做出来的形状和你不太一样 那是不是就错了呢 不是 一定要记住 不要去追求舌头或者嘴巴的形状完全一样 你要记住一些关键的点 你的发音就不会太差 然后练原因主要靠听遍 所以说一定要一边听着咱们这个课 一边你自己张开嘴巴说 然后听一下你发的跟我们发的一不一样 这是一个要点所在 然后主要去控制口型 就是口型和舌位这两个东西呢 口型更重要一些 舌位一般其实是不用刻意去控制的 但是它还是可以作为你一个检查的指标 但是只要你口型做对了 舌位一般它能够自己就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上去 所以说主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口型 然后一个重点 长短原因的区别不在于它的绝对时长 不是说我长原因一定要发2秒 短原因只能发0.5秒 不是这样 长短长短描述的只是一个原因在某个固定的语速下面 你这句话一直用这个速度来读 那么相对而言呢 长原因会比短原因持续的稍微长一点点 但是你在去念的时候 你不要去控制自己发多长或者发多短 你要控制的是什么呢 你要控制的是这个原因停止的感觉 长原因它是自然渐弱收尾的 比如说还是刚刚举那个例子 就是这个长原因 它是一 一 是一个自然渐弱收尾 但是短原因它是充满了颗粒感的 它是一颗一颗一颗这样骤然收尾的 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个短原因 它就是一下 非常短促的一下我就读完了 所以说你在发长短原因的时候 不要去找说这个音我要发两秒 或者发一秒 你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这样一个收尾的感觉上 停止的感觉上面 然后接下来看到第一组 长云音E 大家注意到了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重点是不是在这个口型这儿 就是重点看这个口型 口型呢今天会讲到两个动词 好现在我们暂时上一下语文课 那就是我会频繁的说到这两个动作 咧和张 当我说咧的时候 我描述的是嘴巴 大家嘴角的这个动作 是要向两边咧开 咧 当我们说张的时候呢 说的是垂直的这个方向上 你嘴巴要啊 张开 所以说这两个大家理解一下 那么E这个口型 嘴角拉到最大 横向拉到最大 扁平 几乎要露出你的下排牙齿了 那么舌位呢是比较简单 两侧的边缘 舌头两侧的边缘 你上排的大牙 这个大牙我打了三个问号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在说什么 就是最后面 后槽牙 就是这个地方 一般我习惯称呼它们为大牙 要跟大家进行一个接触 所以说主要是要控制这个口型 扁平 脸到最大就可以了 所以是 E E E 那它后面没有辅音的时候 当这个原因处在应结结尾的时候 比较简单 因为口型不会因为辅音发生改变 你就很容易保持住 比如说我 你 他 she 这个嘴唇嘟一下 sh 这个音 对不对 一定要记住 she 然后还有他 男他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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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是 后面碰到有辅音的时候 尤其是碰到喊r 的辅音 或者辅音群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E 这个脸的动作 就要保持住 如果你不保持住 它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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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保持住的话 它就会变成read read 那就非常的难听 read 一定要保持住 第二个接到 street street 同样注意不要读成street street 不要读成这个 A 一定要记住它这个长远音 E 只有一个音 所以就一定要保持住 第三个 梦想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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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同意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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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要注意一下 这个保持住 这个要点 接下来看到一个短缘音 短缘音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音 就是我们在吃学生里面 大家跟读的时候 都读了不好听的一个音 就是因为很多人 会把它对应到 中文当中的 E 中文当中 我们说E的时候 其实就是刚刚这个 长缘音 E的短版 所以说嘴角 是会 脸的比较大 但是在这样一个短缘音里面 它你的嘴角是比较矜持的 脸一下 就是象征性的 皮笑肉不像的那种感觉 象征性的脸一下 就是 E E E 就可以了 舌头就是放松 不用刻意去往哪里摆 发音的瞬间 舌根发力 往上顶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是 E E E 这样一种感觉 大家自己也发音 跟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看到这几个 比较简单的单词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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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的生硬 第二个 如果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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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示范是 If If 同样是比较用力 比较的僵硬 第三个单词 正确的读法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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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读法 是 Is Is 所以说 一定不要发成 中文的拼音的 E 大家找一下 这个感觉 这样一个原因 我希望有机会 我们在课上 会给大家 再一次带领大家 就是辨析一下 到时候 大家可以进一步 来听音响 跟老师 发音的区别在哪里 现在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最小对照 长短音的对照 上下上下的读 比较快的过一遍 大家自己跟着 希望也能跟着读一下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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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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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重点 还是在你收尾的 这个感觉上面 然后第二个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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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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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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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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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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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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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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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p Chip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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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看到下面一组短元音 是这样一个音和这个没话音 你看 这样两个我们把它对照起来讲 但是它就不是一长一短了 对不对 所以它不像辅音那样是一清一卓 完全对应的 我们看到口型 嘴角用力 微脸 微张开 就是说你的垂直和水平的角度 都要有张开的动作 然后都略略的大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所以说蛇位靠前 这个不用太过于去掌握它 主要是注意一下这个口型 然后我们看一看 在单词里面看一看 这个音标它这个音速它是读 所以是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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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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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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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音它被叫做 梅花音 因为它长得像一个梅花嘛 大家平常在手写的时候是这样子写的 那么在音式发音里面 它的跟美音的发音不太一样 在音式发音里面你嘴角用力 嘴角用力就是又脸又张 整个嘴巴都会张得比较大 然后不要放松要保持住 它是一个 A 这个音 有点像A 但你跟A对比起来听 你就会发现它不是A 它是一个A 这个动作 舌尾是向下压的 因为你只有舌尾向下压 你这个气流才能从上面出来嘛 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单词里面看一看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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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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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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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音会把它处理成一个稍微扁一点的这个音 Apple Apple Cash Cash Mat Mat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 在音音里面 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音 不要发成拼音 A 区别在于嘴角用力 你发A的时候 嘴巴是只有垂直角度张大的 A 但是呢 这样一个因素 它是你垂直和水平角度都要有动作 所以说不要发成A 不要说Apple 是Apple Apple Cash Cash 这样一个发音 我们来做一个对照 同样是一个读三遍 大家跟着我们读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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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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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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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d 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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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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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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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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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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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看到的这一组 同样是一长一短 长元音是一个 那这样一个长元音呢 垂直张开 上下颌骨分开 嘴角放松 什么意思呢 前面两个说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嘴巴垂直的角度要张开 上下颌骨就是指 在你这个 这个地方 耳朵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你上下颌骨的衔接处 这个关节 你要感觉到 它是 这个关节 你要感觉到 它是张开了的 这个关节的地方是张开的 所以说就是 啊 啊 有点像美声的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舌飞是自然后缩 它是一个后元音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能够对应 我们在四阶第一集里面 给大家讲到过的一个 中文发音靠前 英文发音会往后走的 这样一个发音的感觉 你就不要说成中文拼音的 啊 啊 就非常的靠前 啊 就是靠后 有点像美声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发的夸张一点 下面三个单词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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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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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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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一个发音的感觉 接下来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短圆音 小三角 它的发音呢 同样也不是中文当中的啊 它又没有中文当中那么 这个啊这么大 它只是垂直的微微的有点张开 嘴角同样是放松的 舌尾也是放松的 自然放直就行了 不用去找出什么前中后 不要太去过多的关注这个舌尾 重点关注口型 所以说它是嘴巴微微的张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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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比较矜持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公交汽车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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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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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你如果发成中文的啊就变成love love love 就很难听 所以是开口度是比这个要小一点点 比中文拼音的啊小一点点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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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三个来呀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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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发音 同样是做一个对照练习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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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特别靠后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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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比较往前并且开口度比较小 然后第二个much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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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much much much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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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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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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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对照练习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一个终极对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四个 我们刚刚讲的最难的就是这四个 其他的那个什么长缘音 i 长缘音 啊 都是比较简单的 长缘音都是比较简单的 难的就是这些短小的这个短缘音 就是你也不知道 他的发音在哪里比较暧昧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对照 来了解一下 读法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这张表 大家回头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读 横着读 你也可以竖着读 所以说我们都来示范一下 首先你如果横着读的话 是先读第一行 你也可以竖着读第一个 它将会有一点点累 所以还是横着读的话 比方能找到那个发音对比的感觉 为什么要这样对比呢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原因一定要练准确 听起来区别很小 但是分别对应下来 你看一模一样 只有原因不一样 它对应的就是四个单词 所以说如果说你把原因 说得非常不标准的话 你就不要再骄傲的说 哎呀我的英语挺好的了 只是就带点口音 那就不是口音的问题了 你发音不标准的话 你说话别人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说就还是像爸爸跟伯伯一样 就人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所以一定要把原因要练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样一个 首先慢一点点 所以说这四个单词是不一样的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首先跟着这个慢速 你确定你读的是对的了 再进一个提速的练习 那宽一点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是非常锻炼你的一个肌肉记忆的 这样表大家可以多练一练 接下来看到的是跟p这个辅音搭配 同样你也会发现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 是形成了四个单词 所以说 四个单词 接下来看到的是跟辅音搭配 同样的 对应四个单词 衣服淹进去是这个单词 科技对不对 这个经常是用来描述一个中走动的声音 所以说再一次强调 原因大家一定要去勤加练习 不要觉得它难和枯燥 它决定了你的发音是不是标准 别人是不是听得懂 接下来看到的是跟这样一个辅音搭配 这个没有对应的单词 所以我写了个人名在这 但是你看你如果读不对 这是不是还是三个单词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发音的标准性 ket ket kat kat 好 接着看到是这样跟 这样一个辅音的搭配 这样一个练习有机会 我希望在第四阶的时候能够带领大家 我们面对面的再过一下这样一个练习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节的这样一个音标不怕的课程 那主要呢是面对我们上节课没有学完的辅音和单元音 一部分单元音 希望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 勤加练习 你只有把我们这样一个零基础的音标课掌握得比较好了之后呢 我们后续再讲说比较难的一些音标的拼读呀 包括重音呀或者是其他的 你才可以就是跟得上 所以说希望大家勤加练习 我们下一刻再见 拜拜 拜拜